卯时起 小娘须伺候大娘子梳洗 更衣用饭 直至大娘子熄灯入睡 小娘方可回去歇息 大娘子处置府中事务之时 小娘须随时伺候在旁 端茶倒水垂腿扇风 大娘子乘车外出时 小娘须步行跟随 大娘子训斥小娘须贵受灵训 不得还口 未经大娘子许可 小娘不得私自外出或者见客 母亲 您别再晃了 姨宁 你快恰我一下 这不是做梦吧 你父亲是不是真的 把涨家权交给我了 是真的 天老爷啊 真没想到 到了我这个年纪 居然有这样的意外发生 母亲 我相信您的涨家能力 一定是很强的 其实吧 这些年 我是不屑于与她争 但是没想到这个人这次 居然动起了老夫人的坏主意 而且这手呢 也快伸到我财富院了 我不是个无能之人 只是我觉得 争来争去的 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已经有了新的涨家人 就应该立立新规矩 w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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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这以往啊 林大娘子出于孝道 一直在尽心竭力地照顾我 所以这掌家之事呢 就暂时交给了乔小娘来操持 往后 这个掌家之权 就应该归还给林大娘子 妾室长家传出去 惹人笑话 日后府里的账目 吃穿用堵 都得过了林大娘子这儿才行 婆子们 丫鬟们 你们需要什么 必须禀了林大娘子 是 你们呀 都起来吧 寒儒啊 以后就得辛苦你了 寒儒一定竭尽所能 不辜负母亲大人 寒儒 既然药室已经交于你 我看 今日就散了吧 既然官人交托我管理罗府 那从今天起 二房的规矩 我就重新立一立了 小娘觉得如何 那大娘子说得对啊 一切听大娘子的安排 那就从定醒的规矩开始吧 等你禁足结束了 也该开始每日定醒了 定醒 不 大 大娘子说得在里 早在之前 小娘早该来的 但是我身子太弱了 官人心疼我 才不用每日过来定醒啊 小娘 小娘就是因为平时劳作少了 所以身子不才弱 这是大娘子的起居住 小娘要做的事情全部在上面 劳烦小娘照做不务 请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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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 切除了 走 请您 早 和 是 三课小娘须备好洗树水 银石三课 这天还没有亮 这鸡还没有打明呢 大娘子每日卯时起床 小娘不提前去采福院候着 难道让大娘子来伺候您吗 卯时起小娘须伺候大娘子 梳洗更衣用饭 直至大娘子熄灯入睡 小娘方可回去歇息 大娘子处置府中事务之时 小娘须随时伺候在旁 端茶倒水垂腿扇风 大娘子乘车外出时 小娘须步行跟随 大娘子训斥小娘须贵寿灵训 不得还口 未经大娘子许可 小娘不得私自外出或者剑客 大娘子 这有点太过了吧 安人 小娘当时选择这条 这条路心里应该是清楚的 先前我宽容大度过头了 所以小娘才忘了违妾的规矩 官人 你不会也忘了吧 罢了 罢了 小娘有何意见啊 妾身没有 那这本册子你就好好收着吧 趁着禁足的时候 好好看 好好学 李妈妈 奴婢在 明天一早把所有的账簿 送到我的房里 一本都不能少 是 大娘子 宽宁 祖父 没什么 好 哦 不要 我 别人 我 宁宁 今天多亏了你 被她押了这么多年 总算是出了这口气 我也替母亲开心 你想吃什么 我让厨房去给你做 还有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找来 母亲 我没有什么想要的 不过还真有件事情 想要求母亲 说吧 什么事 三哥的阅历 我想交给我去给他发 三哥 这是家温书啊 怎么叫上三哥了 你也是父亲的儿子 自然以兄妹相称 难道你不愿意 齐妹 老夫人身体可好 已经可以下地了 我这次来 是特意帮你把这个月的月历送过来 先在母亲涨价 以后你房里的月历 都会按足发放 齐妹有心了 离生往来罢了 母亲是个公道之人 若是你院子里有什么缺少 尽管跟母亲直说就行 好 多谢 告辞 看来这七姑娘是看出来我们帮了她呀 还三哥三哥地叫公子你啊 那又如何 公子 你怎么不再顺势向她借下老太爷的话呀 你这个呢 公子 晚上准备准备 去哪儿啊 晚上 把茶拿上 姑娘 您方才说的离尚往来是什么意思啊 你当真那天绍安是去找吕妈妈的 难道她是故意透露消息给我的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我倒不清楚 不过吉莫轩那位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之后我会叫她三哥